嗨各位觀眾好 我是Chris 大家好我是Petty 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來直播我們的 關於30天內的近期神明的提點啦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要問我們呢 我們選擇1號組白的是我們的 這是什麼白水晶嗎 有在畫面嗎 再近一點 這個是1號 這是1號 請大家記住這是1號 這是1號 你要選幾號 我不告訴你我怕你們大家投入那個 天啊一定是很像0的那1號 OMG 我要1號喔 這個是2號 現在是2號 不行你今天的形象是不能再講那個新三色 不行我今天要 三博歡樂三博愛 這是3號紫水晶 給大家看一下其實你們 我們家賣的水晶都蠻漂亮的 對 那這怎麼賣 這怎麼賣呢 這怎麼賣呢 就是歡迎你私訊我們的 柏晴雲店的IG 或者是我們的那個LINE啦 我們會有詳細的 價錢我會跟你說齁 基本上我們價錢都蠻公道的齁 這個才760塊 這麼快就 這麼快就跟大家講了是不是 不用賣個關子 那你猜一下這個多少 你感受你用感受 我感覺他680 他要1370 真的假的 那麼廉價 哈哈哈哈 我才那麼廉價 希望那個賣這商品的那個老師不要生氣 哈哈哈哈 再給一次機會 他沒有那麼紫 但是他應該跟他一樣是紫巾 1280 680 哈哈哈哈 太厚 我真的沒有那個看石頭的能量這樣子 690 你應該兩個交換 我覺得兩個應該要交換 好的 那我們就要開始到今天的占譜啦 然後把他移到旁邊 把他移到旁邊去 來我們先休息 第一組牌的聲明指引 要什麼給大家呢 第一位聲明 要假裝很樂落 有人選到了一號組牌的朋友 有 都同一個這樣子 也可以 就這張了 來看是哪位跟你有緣的神明喔 你感應一下 我感應一下 我感應一下 有有 我就是一位女性神明 然後只要放開是地主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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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 他們竟不是男相對女相 是我們的虎爺將軍呢 那我們虎爺有什麼話想跟大家說呢 他說要跟大家說你不要害怕 然後呢 要再學會 要學會放下執念 不要煩惱跟放輕鬆喔 我就選擇第一組牌的朋友啊 在30天內你可能會遇到一些 從過往你可能沒有卡的課題 比如在這30天內會 會跑出來 比如說你可能最近有些家庭課題啊 或最近可能跟獵人之間本來講話 會有一點點 有種容忍對方 可是在這三個月內 好像會激起一些訊息來告訴你說 你好像必須要得跟家人溝通 或說跟伴侶之間做一個磨合 把你以前盛放在內心的事情去翻出檯面來 那這個情況很像是 有一種絕境或是說一個 困擾著你很很深的一個議題即將要讓你去破解 所以有可能會造成一個 我覺得這局面有點扯得有點不太好看 就是很像是那一種你累積已久突然一次爆發的這一種 業力引爆 我覺得會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業力跟這樣的事情 對我來說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們那個即將邁入 太陽十一宮 不是不是 因為畢竟我們是冥王進那個水平之後啊 所以呢會有一些比較飄的一些事情 那也有加上我們今年是走一個那個巨門畫拳的意思 所以我不妨你可以趁這個月當中 如果你內心有什麼畫 我覺得表現出來講是對的 或是說你內心可能最近有遇到什麼事情 必須要跟對方做 或是說你討厭一個同事很久了 你就說老娘忍她忍很久 突然過幾個突然過一陣子的時候 她突然做什麼事情 然後讓你激發內心那個想要跟她發生衝突的能量 那個能量一出來你就跟她吵就對了 或許吵完了結果大好大壞 但目前對來所以絕對不會壞 因為能量到這邊 你就勢必得要做這樣的一個清理啦 那這邊虎爺想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如果遇到這樣的事情 這其實不用想太多 其實她也等於是說幫你清理 以前累積已久了 她只不過是有點把事情翻角 讓你重新再去面對 所以呢如果 那這邊也是虎爺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遇到很多事情 是你只有糾結的 是你覺得該去處理的 你就放寬心 該去面對就該面對 好不好 如果本身些什麼塑料姐妹花 說本身是一個什麼 白蓮花綠茶表 差不多這時候就會現身了 你說我們兩個嗎 我看起來像白蓮花 或臉夠白 這是 那她其實還有第二個訊息啦 就是說 我覺得第二個訊息 比較像是說 最近如果你有在做一些投資的4B 得要小心 很像是那種 你會聽人家就是跟你有一個 有點拱你 或跟你說 你好像 你不用想太多 反正你一天聽我的去做 你就有可能會賺錢 就是會有些小人的殘忍 會在這個月其實會出現 來到你身邊 所以如果有些人跟你說 欸 要不要跟我一起合作做什麼 或是說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投資什麼 只要跟 花出去的錢 你覺得內心有疑慮的 我非常建議大家真的要想過 因為 在這個月很 你很容易會聽到一些 耳語而讓也會有虧損的情形 所以第一組牌的朋友 我覺得在投資方面 真的要慎選啦 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評估 然後這30天內 我就盡量不要做太多的一個 呃 這算是雜錢嗎 我覺得大投資吧 對 大投資不要 給你設一個 底線這樣子 對 我覺得你要 對 風險管理要做好 就是你很容易 3000塊就算 3000塊 怎麼會算 如果對某些人來說 3000塊如果比較多 你確實可以考慮 就這筆錢如果已經影響到 你可能生活上 或者說這筆錢出去 你可能會覺得他的損失 會造成你可能接下來 就投資或做其他事情 會有阻礙的話 建議你先不要做 所以這個月他有可能就會因為 小人而有破財的狀況 我覺得會 所以呢 所以也是說為什麼就是 有一些煩惱 所以很像你之前本來很聽心這個人 但這個人或許你在 他可能跟你說 你要做什麼做什麼 你可能本來內心有點疑慮 但你還是相信他 但這個月可能會因為 他講什麼 會讓你真的花錢有虧了 你就可能會跟他大吵這樣子 嗯 所以有點像是把你過去 本來內心有疑慮的 再做一個翻角 所以像剛剛第一個講的 就是如果你內心有可能要吵架 或情有同事之間 或家人之間有一些 小小的紛爭 其實 我覺得內心如果疑慮的話 這個也蠻適合講出來的 然後如果有一些 比較開誠曝光 比如說像剛剛說的小人 如果跟你講一些事情 然後不開誠公司 跟你說好像這個會撞 我覺得事別得要多打聽 我覺得對來說是一件好事 所以呢 一樣這件事情告訴大家 就是過多執念可以放下 不要害怕 然後如果有一些執念太深的話 就是放輕鬆 反正課題會過 就面對他就對了 對 然後目前呢 這以上是在 這30天內 虎爺會 希望大家可以去 呃 去 審視一下這件事情 畢竟破財對大家 也是一件小事 不是一件大事 不是一件小事 這件大事 對 然後 如果你要 我覺得啦 就是 嗯 如果你要求平穩 我建議滿大家可以去 求偏財 我這個月如果 你有 你本身偏財運比較差 我覺得滿是有去求偏財的 為什麼 因為投資這種東西 是你偏財運 如果你本身運氣就比較低了 然後你真的做了投資之後 你可能在這個月份 那個Quest呢 比例會拉高 那如果這個確定你已經 講好要投資的話 那我不妨 我覺得你去求那個偏財運 可以把那個能量 稍微拉上來一點 以至於說你可能在財務方面的分配啊 會比較 我覺得反正會虧 就是不會讓你虧太多啦 那 花錢消災 花錢消災也算 就買一個 平穩自己的能量這樣子 好 這是目前以上給大家的訊息喔 好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那我們就請派對老師 幫我們 幫我們講解一下 要給什麼樣的建議跟指引喔 好 我要給就是 選到一號組牌的朋友 那行動上的建議的話 會建議你就是 有剛剛提到的 比如說 問題已經發生了 不舒服的能量已經造成了 那這個時候 你是時候該去怎麼講呢 好好的面對你自己的內心 然後你就 如果你的內心覺得 喔我想要 我想要好好的去表達我自己 或者是我 我覺得這個有問題 我覺得是時候應該講 那我覺得你就應該要順從你的內心 然後你的想法 就你可能之前你還會猶豫 但是 如果是這個月的話 會建議你說 那如果你想清楚 然後你也就順應著你的直覺 然後去好好的跟他溝通 這種溝通不見得是一定要很激烈的 你反而可以好好跟他說 那其實我的感受是什麼 比如說 假設是兩個人之間好了 可能彼此之間 一直以來可能有一些衝突 那你之前可能是一直忍受啊 或者是你覺得 反正事情過了就算了 但是你最近這個月 可能因為 業力引爆的關係嘛 或者是一些不舒服的能量累積 他終究是爆了 那爆了之後 反正你就是 也該是時候 去好好的跟他說 其實你的內心的感受是什麼 然後以及你想要怎麼做 我覺得你就是去扮演好 你自己想扮演那個角色 然後不用想太多 你就放輕鬆 然後很自在去順應你的內心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我覺得你派對老師講得非常好 那我該怎麼做可以 讓自己比較好面對這些事情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忙大家的嗎 比如說我想要過課題啊 該怎麼做的 我覺得如果你現在在課題的人生階段的話 還蠻適合做個人占卜吧 你說先把自己的問題理清 才有辦法去做一點 對啊 因為你有搞不清楚頭跟吻 或者是你搞得清楚 然後可能是老師 或者是你身邊的人也好啦 比較有經驗的長輩去幫你聽 就是我覺得 如果是個人占卜的優點的話 是他可以直接去幫你確認 你是否現在就是卡在課題 跟你自己所想的有沒有落差 那如果確定了這個方向 然後你也知道你的現況是什麼 然後就會給你建議 那個建議的話就是 會針對你的現在有的課題去給你做的 你說給你方向嗎 給你建議這樣子 對啊 如果此刻有課題 我覺得此刻有課題 我覺得該去面對 還是說如果大家覺得說最近啊 有些人啊 就給你什麼話 或者說給你什麼建議 你覺得好像不是這麼的放心的 然後想要提升能量的 就像剛剛說 可能如果有些小人啊 或是跟你講一些關於一些財務方面的問題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放心 我就不妨我們在5月31號 就是有我們的一個桃花貴人儀式 就是可以幫助你增加你的廣結善緣啊 或是說幫你增加一些貴人的能量 讓你其實招完這樣好的 你到你身邊其實在幫助你在財運方面 也是會過得比較順遂一點點喔 好不好 這是關於第一組牌 要給大家的一個建議喔 那我們就這樣到第二題 好看打好看 那我們即將到第二組牌喔 大家有沒有選好自己的組牌了 有的話我們就要開始進入到第二組牌囉 好來請第二組牌的生命 告訴我為什麼提點一個第二組牌的朋友呢 什麼提點 好這張 你要在大膽預測嗎 大膽預測嗎 女性的生命 我覺得女性生命 從第一組到第三組都預測是女性的生命 Oh my God 天啊我們這樣沒個準的 好 那我們選擇第二組牌是我們的 北斗七星星君喔 他給我們建議的是啊 如果我們最近有一些事情啊 是你覺得做得有點無力的 或是說你好像有一些 做一些改革 讓你覺得內心好像有點點衝突的 不妨我們可以告訴自己 如果你真的 能夠 如果覺得不行的 或是說你沒有辦法進行下去了 會不會其實實際能量還沒有到 如果你已經努力過的 你就讓一切事情啊 就是順水推舟 讓一切事情慢慢的圓滿就可以了 所以告訴你 這邊也是告訴大家是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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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醒大家的是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就像剛剛的訊息啊 不是說你做什麼事情 就是你該去停止 而是 你可以為自己想好一個叫做 停損點 什麼意思呢 就像 比如說你現在可能 如果以學生來說 可能最近如果想要考大學 或考證照 或是說你有一些努力 你就已經做了 可是看起來似乎沒有得到一個回應 或許我覺得可能此時的方向啊 可以再去做個調整 比如說你一直想要考到台大 然後如果沒有考到完 又覺得說是不是自己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的努力的用功 就於是想要考得 再更往上精進 或許這段期間 反而是你要回去思考 會不會其實 你做不到那些目標 跟做不到那些方向 會不會其實 跟你有沒有努力 沒有關係 可是人家沒有到那裡 或許你比如說可能 你考不到台大 例如啊 考不到台大跟考到十大 那就發現 原來在那邊可以找到我的 可找到我的志向 那也OK 所以遇到很多事情 有時候我們定下目標 沒有辦法完成啊 不是你做不好 而是會不會其實 你轉一個方向 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所以這邊一樣 北斗七星要告訴大家 是啊 其實不是你做事做不努力 而是會不會其實 放壞那個方向 或轉一個思考 其實對來說 或許是一件好事喔 那這邊還有第二個訊息 就是要給大家的事啊 嗯 我覺得這邊很 我覺得 我覺得這能量讀起來 有點像是 什麼 我覺得很像是什麼 關係失衡欸 我覺得這跟第一組牌 不一樣 他的關係失衡很像是 我覺得很容易遇到一些 不對的人 或是說 你 就是很像你關係當中 錯的人 很像是你硬要找到一個 比如說我硬要找到一個 另外一半好了 然後我可能積極的去 去玩交友軟體 或是我積極的去 求神拜佛 就是你可能 此時 你想此時 你該做可能是事業 但是呢 可能你又想說 我沒有試驗到 我想要去裝感情 這種能量失衡 能量不對等 有種你做什麼事 就不會成 比如說你可能 人家跟你說 你是不是該去 該去工作啊 或是說你可能 該去往外拓展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可是我就不想出去 我覺得大家有像舒適圈很好 那或者是說 可能人家跟你說 你要去工作 可是我現在想要感情 就求感情 就怎麼求他 怎麼覺得感情都不會順 所以或許只是你的那個能量 沒有到那裡 我們有些事情不要硬做 所以呢 就是等一樣第二個訊息給大家 是如果 在30天內 如果你有什麼事情 是你覺得 做得好像有點無力的 或者覺得好像求什麼 一直沒有進展的 或許你真的是方向不對 那剛說的夫妻關機師 很像是說 很像是你為了想要討好另外一半 或做出一些事情 是讓你覺得不能夠 不能夠容忍的 比如說 你要去照顧 像媳婦好了 媳婦在家裡 就會忍受婆婆 就是對她的虐膽 這樣講嗎 就是可能你為了關係 為了這個關係的和諧 然後讓自己忍受 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對 所以讓這個關係的東西適合 然後浮缺在吵架 就是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 聽取自己的內心的聲音 其實蠻重要 也就是說 很像是你 如果你對自己 都不 可能你會覺得 照顧這個家是你媳婦應有的責任 但是會不會其實這個家庭 是大家一起同心 這才叫一個家庭 那也很容易 把一些過渡事情 背在你身上 而造成你跟他人之間的關係 會失衡 團體 就是家人 家庭裡面也是 那在團體當中也是 比如說我可能 我想要在一個 team 裡面 我想要做好我的本分 但或許其實是 你想要大家跟著一起變好 但如果有人擺爛 他就真的不會做 你去要求他 也 也不是一件 或許他根本就沒有想做 那一直要求他 大家可能會覺得 你在幹嘛 我就不想聽你的 那又想要讓 你會以一切團體裡面 和諧為主 但是別人可能不想要 或許這時候 就不應該去做這件事情 有時候再有時候 我要提升 我要提升那個 公司的向心力 所以我們大家去辦個什麼 什麼 假日辦個活動或聚餐這樣子 然後凝聚大家的能量 但大家可能不想做這件事情 就覺得說這很有意義 大家不想接受 所以或許只是 你為了要觸合一個 團體裡面的和諧 但你做這件事情 沒有大家很想接受 所以你會覺得說 是我做得不好嗎 不是 是能量根本不用到哪裡 或許大家根本沒有想做 所以呢 你能理解團體裡面的情緒 跟理解自己的一個想法 或是說 怎麼講 給我怎麼理解這比較好 就像團體道說 他一直很想做 但是呢 他總覺得他自己是做對的 但大家可能不想接受 他覺得說 蛤 大家不想做 他會覺得很委屈 那不然我自己接著做這樣子 他有講的也是 像一個信念在裡面 所以他很 這跟 所以這邊很像是 跟剛剛的直言不一樣 是你一直覺得做的事情是對的 但別人不想接受的時候 你該想想 會不會其實是 這件方法根本就行不通 所以這反而 這個又要告訴大家的是 你有些思考 或是說你有些訊息啊 你應該要聽別人 然後 來反思 對我這件事情應該做不好 所以我覺得聽別人的聲音 其實也蠻重要的 那 我講 然後大家聽得懂 在講什麼 對 其實以上 就是一個啦 就是你覺得不行的話 就真的不要去聽聽啦 如果這團體裡面 你真的覺得 你自己好像做不到 那你就不要勉強了 或許人家根本就沒有想這麼做 好不好 這是選擇第二組牌 背到七星啊 給大家帶個訊息啦 這麼沉重 我覺得這個沉重 比較像是 你要開始 他跟第一組牌那種 面對課題不一樣 他是有一種 不是你做不好 而是 或許你們頻率 就真的是對不上 就不要去硬做了 就讓他怪怪的 比如說你就讓自己安靜了一下 或許過幾個禮拜發現 大家覺得自己對的 再去做 或許是一件好事 好不好 好 這是選擇第二組牌 背到七星要給大家帶個訊息啦 好 那我會給選擇二號選物的朋友 行動上的建議的話 總結就是不要急躁 那 嗯 可能就貼近到剛剛 Chris所說的 你可能感受到什麼 你想要急著去釐清 或者是你感受到什麼 你想要做給別人看 其實你做的那個起心動力 有點像是想要證明給別人看 可是其實有一點誤會 才導致了你自己覺得委屈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呢 那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就先 嗯 不用急躁 然後可能 我覺得也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大家的想法 或者是如果真的有人說什麼 那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 我覺得跟上一題比較不一樣 不是要你直接去面對 而是你發現你有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先讓自己停下來 不要再做這件事情 去想一下 為什麼 我做這件事情吃力不討好 可是 沒有得到好的反饋 反而讓自己更委屈 這件事情可能可以停下來 讓自己去思考一下 嗯 主要行動建議是不要急著 不要急著想要去證明自己 去停下來 看看如果自己真的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去想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如果想不通的話呢 就腦袋卡住了嘛 腦袋卡住怎麼辦呢 就是可能能量不夠啊 那可能我覺得這種就是一樣 也是要靠占卜判斷 看是哪邊能量卡住嗎 還是要補什麼能量呢 或者是是不是要收金呢 因為有時候 你卡住的時候 腦袋會打結 這是很正常的 哈囉小沁沁 上次我直播就是小沁沁在陪我 真的嗎 那老師老師我有問題 那如果 我不想占卜 可是我想讓自己變得更好怎麼辦 變得更好 那你就買了個貴人 增廣貴人的能量提升 老師 老師一定要這麼業配就對了 然後還有桃花能量 對你就桃花貴人都一起買起來 能量提升 而且你一個儀式也才三百塊 現在兩個活動都打著五百塊錢 你就是桃花的儀式的話 可以幫助你提升你自己的個人魅力嘛 那如果是貴人的話 其實貴人真的不顯多 不管是我們在出外靠朋友 還是職場的話 基本上這些都是我們的貴人 那我覺得多一個朋友 不如少一個 多一個朋友就少一個敵人 我講反了 那老師老師有問題 那如果我做貴人儀式 如果我覺得貴人是我自己 會提升自己的能量嗎 還是主要是他人 這個貴人主要是他人 如果你是提升自己的能量的話 那就是跟個人的魅力提升有關 那我 那我該怎麼做 那我是個人魅力提升 那是提升桃花的部分嗎 桃花 其實這個桃花能量 它主要在講的就是 為什麼會提到說你的個人魅力會提升呢 因為 有時候我們在看一個人 其實不只是外表 其實不只是外表 你有可能 會因為他的談吐 或者是他的思想 或者講話的方式吸引你 導致你覺得說 這個人還有魅力 那你有看到我的妹在明嗎 大概給你看 你今天才 我妹他 他就是貴人的那樣不錯 今天 我就知道今天有 對 你看千里迢迢 他的同事我們也不認識 然後他就特別跑來店裡面跟我說 我妹的工作表現很好 這就是貴人了 而且他說他身邊就是裡面的同事 大家都說他工作表現很好 我覺得妹有開始走在他的那個靈魂道路上面 真的 就能量有起了 那你看他如果能量高 然後他在買那個 因為他有 他有買那個貴人的能量 他在補創的話 那效果會非常顯著 天啊 那這會找到我的靈魂伴侶嗎 還是那是兩回事 OK 我們派對老師呢 他是其實這次 他不願回答我這個問題 沒關係 我靈魂伴侶就是 然後下次再跟大家做解答 哈哈 好 那這選擇我們 你可以找靈魂伴侶啊 哈哈 謝謝 不行我們才剛說 今天不能走新山社路線 我今天是德雷莎修女 我要批東西 你是只有今天 還是之後forever就是德雷莎 嗯 其實我覺得你不是要走德雷莎欸 換我要走什麼 你不是說Peters Do嗎 可是他還是有一點點 你可以走Chris黃啊 哈哈哈哈 Chris黃 我就可以慢慢驚你 可以 看起來沒有寫 我臉上沒有寫就是 什麼那些什麼 善良 美德 德智體群美 全部在我身上 哈哈哈哈 自以為 什麼鬼啦 好 但是我們以上 選擇第二組牌 給大家資訊啦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 我們第三組牌 這個 剛剛被我猜的價格很低的這個 你要不要幫他平反一下 他其實這個好像要E3 我拿來這邊過來一點 有美嗎 因為紫巾洞 我雖然對礦石不太了解 我是真的不了解 不過因為他橙色嗎 我覺得他其實 顏色蠻美的 而且這個 哎呦 WOPS WOPS 沒看到 就是 他其實蠻美 他顏色其實蠻深的 對 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蠻漂亮的 而且這個呢 這個 這個販售的老師 其實不是我們 我們是幫忙販售 那其實這個老師 他是 就是有經過他自己專業的評估 然後所以他才會貼出相對應的價格 對 所以人家說如果外面水晶金 我看起來怎麼那麼貴啊 怎麼看起來這個水晶好像 不是 他就是可能買的很大很便宜 或是說買小小怎麼貴成這個樣子 我說是跟能量也有問題 或是說 或許買那麼大顆那麼便宜 或許還是假的 他們的老師其實都有經過自己的挑選 跟自己去看那個質量 所以我們的商品其實大家都 都是可以跟大家倒包票的這樣子 好我們今天要討論關於商品的部分 我們就要開始做今天的 神明提點的第三個主牌喔 來選擇第三組牌的朋友 那我們請神明 神明有什麼話 跟第三組牌的人提點喔 來選擇第三組牌的朋友 哪位神明要給大家一個神明的提點呢 我覺得是男性神明 你已經連錯三了 我覺得是星際神明 好來 哪位神明要給大家提點呢 陳皇爺 你猜對了 陳皇爺要給大家什麼樣的訊息喔 來我看一下 陳皇尊神 陳皇爺要給大家就是 你事情要分清楚 你分清楚的理性與感性 你比較像是說齁 你選擇第三組牌的朋友啊 你 容易在 呃 在這三十天內齁 可能會容易 呃 我總覺得整個都抽這三張牌 得到訊息都說很容易跟人家吵架 這很像是說 你很容易會 呃 不夠理性齁 你可能本身比較感性的一個人 會有一些事情會容易讓你的 好 過理性 就變得比較不理智一點 比如說你可能最近 有那個 就被劈腿然後就馬上要分手 然後工作都不管 呃 也不至於那麼慘啊 但會類似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 你會容易因為個人的思思 而將大事啊 而容易誤了大事 比如說你原本應該在什麼時候 把工作做好 或是說在什麼時候 把事情完成 可是因為個人的一個私心 或因為個人的感受 很容易 將這事件來延期了 有時候可能老闆跟你說 你可能要在兩個禮拜內 把一個 呃 計畫 或是把一個企劃弄出來 方案要上去 那你可能會因為 好 我覺得最近可能情緒比較低落 我覺得最近很 一直沒有心在上班上面 或者說你可能會 跟男朋友女朋友吵架 可能把一個原本要做的工作事情 給延誤了 或是說你可能遇到一些 呃 原本跟對方談好的 對方可能因為 KIMOJI的問題 就跟你說 我覺得我們那個 方案啊 可能 或是我們的簽約 可能要延期了 會遇到一些事情 就會因為 情緒的事情 而讓你原本要做大事啊 就是會容易延誤 所以呢 遇到這件事情 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最近有一些 該做的事情 我覺得你還是 如果你覺得真的是 比如說身體很不舒服 或說你真的覺得很難過 我真的覺得到不 你可以去放鬆 或說出去玩 把這樣的能量去進行代謝 或說你可以在家做冥想 或療癒 Anyway都可以 就把這種 呃 容易讓自己的內心 不平衡 這個能量去代謝掉 比如說你可能覺得 啊 我就很想哭怎麼辦 那你就給我去哭 比如說你最近可能覺得 怎麼辦 我就好悶啊 你就出去玩 想哭但是哭不出來怎麼辦 呃 他可以去看海啊 OK 不要跳下去喔 喔 海很漂亮 但跳下去就是 一切都來不及了 所以如果有一些 比較容易 因為內心感受性 跟影響到大事的話 我覺得 選擇第三組牌的朋友 你正要去審思 其實 你應該要以大局為重 大局 喔 大胖局 呵呵呵呵 呵呵呵 舉局 所以你應該要以大事為重 而不是要成立於自己的兒女情場啦 有可能容易 因為自己的過多內心的感受 而讓一些原本該做的事情 延誤了 造成一些可能後續 比較難去迷糊的事情 都有可能喔 比如說 今天可能男朋友只是出去 出去跟朋友吃個飯 然後晚一個小時回來 就認為人家可能有劈腿或出軌了 要跟人家提分手 說不定真的有可能啊 有可能嗎 但或許 呃 他只是壓力太大想放軌 我覺得他可能只是覺得說 或許你給他 被逼太緊 你給他壓力太大 他想出外面多放鬆一點 你就覺得他是不是出軌 但是覺得人家根本沒有見這件事情 結果真的放鬆鬆到出軌怎麼辦 呵呵呵 太鬆一鬆哪裡 你有覺得最近有那種出軌的能量嗎 我覺得最近 劈腿 我覺得最近好像有一點 為什麼啊 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種就是 你會想要 脫離原本的舒適圈 然後去 找一個 刺激新鮮感 我覺得比較像是想 我覺得新鮮感 就想要找個新鮮感的能量 很像是說你 他有一種帶著逃避在裡面 喔 對我這種帶著逃避的心在裡面 就要面對一個新的事 比如說我這個原本 又不想要面對原本的 就先去找新的轉移自己的注意力 對 這個要轉移注意力 然後但是我覺得轉移注意力呢 你要用對地方 然後比如說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跟另外一班 真的有吵架跟他 說我可能 我需要跟我 好兄弟去喝個酒 我就會回來了 然後連地標都發給你 我需要出軌 我需要喝酒 我需要狂嗨 喔嗨到爆炸 就是 你需要讓自己 那個能量去代謝成定 一定要否則你可能 謝謝 就像男生 比如像剛剛喝酒 他可能需要跟朋友去喝酒 那女生呢 可能就不要想太多 好 如果你就 或者說你就讓自己放鬆 然後 或者說你跟 他跟好兄弟出去 你就可以跟你的好姐妹出去 這樣子 大家各自 就是 各自將不舒服的能量 都代謝掉 那假如他們都去夜店 然後遇到彼此怎麼辦 假如說不認識 你好 我很難想像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各自都騙各 或者說我在家裡 結果去夜店 然後又各自遇到 可是年輕的人 我覺得年輕比較會 你有遇過嗎 我個人是沒有遇到 因為個人都比較會 我覺得很荒唐 我是不是荒謬嗎 有時候跟人家說 啊 他跟女朋友說 我要跟男朋友出去 就是跟妹出去 或者是他可能去什麼聚會 然後就是 說說都是男生 結果 明明就有女生 可是我反而覺得這時候呢 如果 如果這時候你就要想說 那男生為什麼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是他不喜歡 怕女生生氣 怕女生生氣 怕麻煩 去夜店嗎 或者是有局 然後就騙他說 都沒有妹 都只有我兄弟 因為我之前有遇過 那是你本人是不是 不是 是就是 那是朋友的局嘛 然後他就 女朋友打電話查清 然後要 要看他身邊有誰 然後那時候好像是在KTV吧 嗯 然後結果之後呢 就視訊嘛 然後他們就擋在我前面 Oh my God 玩這麼大 然後一群男生就說 欸 然後跟女朋友打招呼 然後他就會刻意轉 沒有女生在那邊 說你看啊 這是我朋友啊什麼的 都是 就是很安全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真的有人在演這一齣欸 對 我覺得如果真的演的話 那 你們這個感情呢 我覺得也可以就是 挑明著講 齁 就是不要說 就是 我覺得比較像是可能 比較容易情緒化的那一方 就會讓 這種關係做一個局裂這樣子 所以 比較容易受影響的那一方 就只要先做調整 那如果對方真的是 像剛剛說的 有妹硬要說妹喔 妹的這一種齁 請你務必去查 還是他真的覺得我不是妹 呵呵 他可能覺得我是阿姨 你是你是帶靶的少女 呵呵呵 呵呵 一助晴天 就是你應該要查清楚 或者那如果 那很難查清楚 他就人在外面阿 嗯 然後我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他真的 我就感謝男朋友 不會有這樣的那個 那就可能 只能說啦 你可能就真的福德不夠高 你可能要修你的福德功這樣子 阿怎麼修福德 或許你可以去樂善布施 有沒有 或累積一點姻緣 去扶老太太過馬路 或是說跟正在 沒有那麼多老太太要扶 呵 現在老太太扶他 他會製造個假車禍給你 呵呵 欸你有看到一個影片嗎 什麼影片 就是 前幾天 好像在台中龍井那邊 然後有一個人 他過馬路 然後結果就是 被A阻擋到 反正他就被撞了 撞上去翻滾下來之後 他就馬上起來 然後就走了 然後那個司機就下車看他一下 然後就想說他怎麼就這樣走了 呵呵 他沒事嗎 嗯 他就滾了兩三圈 然後就站起來 然後他就 也沒有跟他對到眼 他就很煞爽的就走掉 呵呵 我懷疑這個大哥可能身經百戰 他可能以前遇到事情 他感覺是二十幾歲的男生 喔天啊 打掃團了嗎 呵呵 笑死 呵呵 他可能 他可能不能從學過Breaking之類的 怎麼摔就摔不通 呵呵 對 就是如果 因為他就回過來 如果你真的覺得 就像剛剛查錢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硬要跟他吵 那也麻煩請你冷靜下來 跟他好好的談這件事情 欸 我前幾天 我 我一直打岔 但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想跟你分享 我前幾天 看到一個超私信封的人 我家的對面有那個 夾娃機的地方 對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男生 我就想說 他怎麼會用這個方式在對待娃娃機 你知道他怎樣嗎 他就用他的腿 然後就這樣子 呵呵 他在 呵呵 老師自重 我們觀眾在看 他在狂看那一台娃娃機耶 OMG 然後後來他最後 他 我後來理解他為什麼 因為他想要靠透過這樣子 然後把東西打下來 喔讓這樣娃娃這樣翻下來 對 然後他最後跑到那個娃娃機台的旁邊 然後一掌這樣 蹦 然後裡面東西就真的飛過去 然後重點是 他很交道的是 他邊投零錢 然後邊 用他的腿一直在 撞那個娃娃機 然後邊蹦 這樣合理嗎 後來我們有打電話給那個 雞台的台主 他們有辦法出 但是不接 喔那 因為那時候 十一點半十二點 而且他瘋狂到怎樣呢 他一開始還戴全照室 還戴口罩喔 他有被 他已經準備好去撞了 對 但是後來他自己在那邊撞了 他自己撞了十分鐘 可能覺得熱 後來他就 把安全帽先拿掉 然後想說他口罩不可能拿掉 把他後來口罩也拿掉 然後他就不管了 然後他就不知道去 那個娃娃機台上面 拿了一根棒子 然後就手伸下去下面 然後開始在那邊賭 我說這好扯喔 這大家一定要報警好不好 這真的是很不合理 這可以報警嗎 蛤 可以報台主 可是台主不接電話 那就是一切都是他的命啊 不知道他打了電話 他不接就算了 我就覺得很誇張啊 反正這很不合理耶 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發現 而且重點是 他把那些全部的東西 拿出來之後 他就藏到旁邊的桌下 然後他也不帶走 這預謀犯案嗎 他一定是啊 可是他 你說他沒有投錢 他有喔 他就是一直投一直投 然後他很快就是 他一投下去 然後就按按鈕 然後他不是就會縮回來 對 所以他就是 夾子都還沒出去夾 他就又縮回來 然後就一直這樣 然後他就是邊投 然後在邊靠撞他 以及拍打那個物品 讓東西掉下來 各位觀眾朋友 這是非常錯誤的示範 我這個一定要上新聞 這很蝦啊 這太蝦了 這其實蠻值得上新聞的 我覺得很值得 他可能浮得不夠高 他可能他 他可能在撞的時候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我想說他不會痛嗎 而且我們 我們有拍到 你也要想看 我可以分享給你看 我們哪可以私下來再挑這件事情 我或許是 他可能 為了賺錢這件事情 他覺得 他已經不管了 沒有 然後他也很煞爽 然後他就 他就 不是安全帽全部都放在旁邊嗎 然後就騎走了 然後騎走了之後 他後來又回來 因為他忘了戴他安全帽 這真的很瞎欸 觀眾朋友 蛤 又要那麼嚇的事情 就先打電話給台主 第二點 齁就是 我在想這件事情 會不會直接報警 可是他破壞的是私人物品 我覺得 那警察有辦法介入 雖然他這其實真的有一點 蠻暴力傾向 破壞公共 可是沒有 他是私人物品 那我真的覺得 報台主就好了 他如果台語不接 那就是 緣分 就是緣分 就沒有緣分 而且我那時候其實想說 如果他還在撞 因為他撞了半個小時 我想說 如果報警 然後台主來 看到他的娃娃機台被撞 他被這樣子 被趕來求援 沒有 因為娃娃機台台主 那個台主 他都開一台BMW 然後來補貨 這不有錢 那娃娃機台 可能都是黑道營運 不要亂說 觀眾朋友在看 不要亂說 因為沒有人看 有 我要假裝很多人 好 那以上呢 就是要給第三組牌的朋友的建議啦 那我們的派對老師 有冒關於這件事情 給大家怎麼說呢 大家不會忘記我們剛剛講什麼 我再重申一次 選擇第三組牌的朋友 就是你最近很容易被一些感性 誤了大事 如果你最近可能有一些情緒上來 我們大家 建議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 晃一晃 去帶一些自己身上不舒服的能量 或是說你覺得很不開心 就跟好姐妹出去玩 或什麼的 不要因為的情緒來 就把整件事情毀掉 就像是說什麼 你男朋友出去外面軟玩 然後就是要跟他提分手 或是說 因為自己覺得不開心 誒可是讓玩提分手可以吧 我覺得讓玩提分手可以 但是 那是要合理 你有沒有坐下來然後跟人家談 如果你是因為 因為一生氣 然後立馬跟人家提分手 我覺得人家會覺得你很沒有理 應該說 如果你發生事情 你應該要好好跟人家談 不是說賊情緒來 然後跟人家打場 我說我們在提分手這樣這樣 然後在那邊哭著說 我覺得我還是很愛他 去死 這種人就是 就是想清楚 對想清楚 然後如果你真的覺得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難過 怎樣的 你就去跟好姐妹先哭訴 然後讓自己冷靜個兩天 再想想要不要跟他分手 如果去就好像 然後做了決定 就不要反反覆覆 對 就是 就不要 如果你真的覺得是要提分手 那就不要當下 就再想一下 再過個兩天 如果真的想分手再去分 或像這種 啊 脾氣要忍住 因為 很像說你這個月當中 你會因為脾氣而誤了壞 可能會壞了大事 好不好 所以自己的情緒還是要學會控制 啊怎麼控制呢 啊做給你什麼樣的建議呢 我們有派對老師來跟你怎麼說 我想聊一下 你剛剛那個有講說 不要為了兒女情長 然後壞了那個大事 我就想說以前古裝劇 不是很多就是 他可能要許配給誰啊 還是要嫁給什麼皇帝 還是什麼誰的 有甄嬛嗎 兒子 然後可是他就 因為兒女情長 他就不想要 然後去找 就是以前古代 不是都是要什麼 門當戶隊嗎 對對對 然後他對啊 可能就是為了兒女情長 然後可能他 就沒有辦法 就很像那個故事的感覺 我覺得有一點點 或是說那個 影山海關 清兵路 關滅了大明 這樣子 是這個嗎 陳圓圓 陳圓圓的故事 哇喔 你說吳三桂跟陳圓圓嗎 喔對 圓圓啊 圓圓 這是紅鹽禍水 罵人家 行動建議的話呢 就是的確這個月的能量 可能會比較 有情緒上的起伏 比較衝動 所以你會容易想要衝動購物 你會想要花大錢 你會想要別人講了什麼 然後你就會很衝動的去 就覺得喔好吧 就是這樣子的 我這一次就是不要想那麼多了 可是 NO 你這一個月反而真的要想多一點 就是要幫你的錢 好好的審視 這是否是 需要且必要的支出 如果是大筆的支出 如果小筆 你是可能幾百塊幹嘛的 我覺得那就 就算了 你就開心 可是如果是大筆的支出 我覺得好像 行動建議是叫你說 不要因為 情緒一來 然後就說 喔那我要把我的購物車 全部清空 然後一清就是五萬六萬噴掉 然後最後又發現 現在好像囤太多貨 沒有辦法 消掉又過期幹嘛的 好的大概是這樣子 好的以上呢 是我們今天 要給大家 就是三十天內聲明 要給大家提點跟指引啊 然後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覺得 有問題 有問題的 或是說有問題 大家有沒有對於我們這些 給大家回覆報 有沒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呢 那今天的直播呢 是由我 Chris老師跟 Petty老師 跟大家一起 共享這一個傍晚啦 那如果對我們 頻道有喜歡的 比如說覺醒救所 跟情緣店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 IG臉書 或叫我們 官方LINE 有更多的資訊 可以跟我們一起 更加清明的愛心 可以幫我們 做我們的Youtube頻道 幫我們做按讚 追蹤及分享 給你所有的好朋友喔 那今天呢我們的一個 什麼 老師們都很漂亮 我當然知道啊 欸我真的很美耶 我跟Petty老師比起來 我是第一美人 你就是陳圓圓 我是陳圓圓 黃圓圓 黃圓圓 圓圓 我要被引青兵入關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占卜囉 那如果沒有 那就到這邊囉 好 就到這邊囉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哦 我覺得我今天的臉真的很白 我今天很棒 白富美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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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